欢迎收看狗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那么因为今天是周五 公司晚上要开圣诞年会 因此我穿的并不是衬衫 大家有所见谅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 澳洲股市在连续两天上涨之后 昨天是出现了回调 但是依然幸运是保持在了6000点之上 A股昨天同样也出现下跌 上证指数是跌了0.3% 又一次跌破3300点 深圳方面也同样出现了0.3%的下跌 那么在欧洲方面 欧美股市也同样没有能够幸免 平均欧洲跌幅为0.4%至0.7% 美国三大指数也是在连续创出新高之后 有短暂的休息 平均下跌为0.2% 除此之外 黄金昨天从底部有所反弹 回升大约10块钱左右 目前平均收盘是在1258 那么原油价格也重新回到了57美元上方 那么但是目前依然是没有冲上之前的一个景象位 比特币目前维持在17000美金 那么在其他方面呢 今天早上 这个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分别宣布了各自货币的利率 而且风格总体上来说 这个货币生命是比较偏向于隔盘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来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在美元加息之后 人民币 欧元和这个英镑各自应对的措施 我们知道这个人民币 美元在昨天早上是再次加了息 之后呢 大家问的最多的可能就是 澳元啊 欧元啊 英镑 这一类货币的走势 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这个机械货币之外 还有一个神秘的货币 叫做人民币 其实它也算是货币的货币 但是人民币的货币和中国的货币一样 属于呢 这个只可远观 不可卸完 那么今天 今年上半年呢 我就偏不幸协 一定要去卸完 结果是连亏了三次 扫兴而归 从此之后呢 是对其敬而远之 但是我们都知道 既然是在金融圈 失败是很正常的 所以对于这曾经的三连败 我一直是耿耿地 一心呢 要想着机会报仇 所以我非常关注 这个人民币的走势 想着人民币 什么时候再次出现下跌信号了 我还会被杀进去 但其实我自己理智上知道 人民币的走势 很大程度上来说 已经不能用供求关系和经济现象去考虑 更大程度上来说 人民币的走势是一个政治任务 那么一旦上升到政治任务之后 那么我们平时判断这个走势 所使用的那些因素 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就不能用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在官方释放明确的允许人民币 就合理下跌信号之前 我们目前都不能走势人民币 所以呢 现在来说 包括这个 在昨天早上的时候 美联储加了稀之后 中国央行也是宣布 人民币逆回购利率的提高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特别是在现在中国经济 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 依然是选择呢 是提高这个逆回购的利率 其实说明一点呢 像如果就警告那些 要做空人民币的人呢 就是要珍惜生命 不要做空人民币 那么除了这个人民币的事情之外 咱们再说一个其他的事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这个昨天晚上 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 也分别召开了利率会议 讨论了要不要加息的事 但是呢 分别当然了 跟市场预计的一样 英国央行和欧洲央行 并没有出现加息 而且他们随后说的这些语调 也是相当的鸽派 比如是像英国所说 他们说虽然 这个现在今年加了一次息 但是未来呢 他们还会谨慎小心的 缓慢加息 另外在加了 补了一刀 说是这个英国的通货膨胀率 现在是一个高点 明年呢 将会逐渐回落 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通货膨胀率高 加息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说 英国央行暗示 这个通胀会下跌 其实也就是在说什么呢 就是在说 它加息的速度会非常慢 甚至于 明年有可能不加 同样 欧洲央行也是给出了一个 这样的鸽派的论调 说到呢 即便是明年一月份开始的 量刑 应钱 量化宽松的数量 从六百亿一个月 降低到三百亿 但是呢 这个时间将会持续到 最早九月份 即便是结束之后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 也会保持在低利率 也就是说 即便是九月份停止了 印钱 也不会马上开始加息 然而呢 市场的情况 却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 这么鸽派 英镑和欧元 昨天晚上虽然有波动 但整体上来说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下跌 那么我们背后这张图呢 其实是一张美元和人民币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从图上看出 其实从这个之前啊 2016年啊 曾经一度 美元和人民币比率 接近于7之后呢 是人民币不惜一切代价 一路往下砸 最低呢 是砸到了六块四毛五 之后呢 从大约是 这个八九月份到现在 基本上是维持在了 一个平均水平 六块五毛钱 至六块六毛钱左右 那人民币和美元未来 如果人民币说要贬值 除非再一次爬上 这个关键价格啊 是多少呢 大约就是在六块六毛七左右 只有人民 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 回到六块六毛七以上 它才有可能会继续上涨 所以这个价格 是我们未来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么今晚呢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消息 这样一周过去之后 希望大家呢 能够有所收获 感谢您收看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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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